欢迎加入1800新闻1.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怡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留言区 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一起聊天聊新闻 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台北市有一名软体工程师 他日前经过中山区林森北路的时候 等红灯等到一半 居然直接放开了刹车往前冲 当场波及了一名女机车骑士 没想到他不止没有刹车 还继续的往前推哦 把这个机车骑士也不断的往前推 而且他还重踩油门 事后警方问他 他说是因为加班太累了 睡着惊醒之后才会酿火 大家都在等红灯 一辆白色休旅车 却突然放开刹车往前开 在最前面的白衣女骑士 直接被撞上 旁边的人赶紧闪开 路人也上前帮忙 没想到更惊险的还在后头 被撞的骑士在路边弯着膝盖 相当不舒服 都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 下一秒 驾驶突然重踩油门 把机车继续往前撞 大家吓坏了 围在旁边要他下车 就怕人会肇事逃逸 民众都不敢大意 还开副驾驶座的门录影搜证 等了好久 驾驶终于下车了 蓝一南一下车精神恍惚 大家都说疑似有吸毒帮忙报警 警方到场对他酒侧 搜车没有酒驾 也没有违禁物 到底怎么了 当人民男子就在路口等红灯 却睡着了 因此把刹车给放开 没想到整辆车是沿路的往前推 因此发生意外 事发就在台北市中山区 民权东及林森北路口 当时正值下班时间 44岁的夜姓驾驶说自己是软体工程师 加班加得太晚 才会在等红灯时睡着了 没有发现撞到机车 直到被按喇叭惊醒 还以为被催促 想要急踩油门离开 而被撞的女骑士回应 她被撞倒后 车主没有下车被路人搀扶 不知道肇事者是不是没发现 一看到绿灯就催油门 事后对方道歉说太疲劳了 但这场车祸 酿成她膝盖挫伤 觉得对方也很辛苦 没有提告将事后和解 还有当时又被搀扶到路边 不然急踩油门时 如果人还在前面 后果难以想象 好 接下来看到这个诈骗集团 非常的狠心 有一名71岁的老妇人 她最近的女儿刚刚过世 没想到这个诈骗集团为了骗钱 甚至还认妇人当干妈 用亲情公事 先前后后骗了200多万元 另外警方还破货 由诈骗集团现在也走了国际化 成员化的国际知名 政商人物 编译警察发现车手开车 直冲人行道把路堵死 后方警力支援 立刻补上来制服车手 车手还不知道 是警察和被害人合作 傻傻到约定地点 以为真的要来取款180几万 结果被逮个正着 但诈骗集团这次真的缺德 诈骗集团和被害人的 赖截图对话 嫌犯大头贴是一名年轻女子 对话过程一直妈妈妈妈的叫 任被害人当干妈亲情公事 全都是因为诈骗集团得知 71岁的被害妇人 今年亲生女儿才刚过世 抓准她思念孩子的弱点 框称投资库长股可以买低卖高 前后骗了四次 总共超过200万 最后是干妈拿不回报仇才醒了 有冒充干女儿骗人 也有集团假装自己是国际名人 布林肯是谁 他叫什么 他本名叫什么 堂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怎么会出现在台中台湾大道 因为他是诈骗车手版的布林肯 准备要跟被害人拿赃款就被逮 你知道诈骗可恶吗 赚重钱 25岁相信被害人误信投资 股票诈骗已经损失30万 没想到诈骗集团还想继续骗 这次开口跟他要60万 被害人报警埋捕歹人 而警方发现嫌犯骗人还走国际化 赖的名称不只有布林肯 还有特斯拉CEO马斯克 苹果创办人贾伯斯 只不过很抱歉是假冒的假 TV学程会罗欣 台中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澎湖及渔船大进满88号 现在人船已经被扣留两天了 台籍船员的哥哥就受访说 很希望政府还有船都可以协助帮忙他们 而陆委会主委邱璀正在今天下午 也出面说明将会全力的协助对岸 跟协调让人员平安的归来 但是他们也会密切的注意 中共在发布所谓的海警三号令之后 是不是有可能会制造灰色地带 侵扰的问题 台湾海巡二号晚间营救澎湖渔船大进满88号 冲进中国大陆内水 扣粮避免升高冲突 海巡先撤回 但是台湾渔船遭中共登检扣押 被国安局认证 属于不寻常案例 因为近十年没有过 而目前大进满88号被扣在泉州 将移送实施式侦办 被控涉嫌违反中国大陆刑法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再尽于其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是罚款人民币五万元 约合台币22.5万 船员家属无奈 只是遵照船东与船长指挥部 予以怎知被抓走 而其实中国大陆上个月 发布海警三号令 赋予大陆海警可以登检扣押 涉嫌非法进入中国领海的 外国船只与人员 可以未经审判 拘留涉嫌非法侵入者 30到60天 中共发布海警三号的命令之后 也在关注海海的海域 是不是有进行无端的骚扰 我们也会跟理念相近的国家 交换一些资讯 制造一些灰色地带的 侵扰的问题 这起事件也引起 美国白宫国务院高度关注 彭湖一船被对岸扣押后 陆委会首度开计者会 态度和缓 试图堆叠善意 喊话透过一切管道 营救船员 但是案件交涉的进度 几乎没有说明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今天要审查选罢阀 修正草案 要讨论罢免的门槛 不过民进党呢 在一早就直接霸占 主席台瘫痪议事 而下午高金素媒 直接宣布要换地方开会 没想到呢 民进党立委还是锁住了门窗 甚至困住议事人员 最后一整天连会都没办法开 蓝绿双书肉搏站 互控对方先出手 内政委员会交委高金素媒 在国民党保护下 不让议事停摆 结果民进党团 把前后门都锁住了 连窗户也没放过 我们改为群悬楼101开会 谢谢 突袭在走廊宣布 要转移阵地 改到隔壁洞 继续审选罢法 但想带走议事人员 高金痛批却被绑架 你们都不能动吗 是吗 因为他们把门口都堵了 我们秘书跟我们车长 我们都准备好了 一个委员会闹出双胞胎 只能远端连扣两通电话 还担心医事人员能否上厕所 立委格如军现场携起城市码 即时医事人员被囚禁时间 但这说法民进党不能接受 民进党立委 我没机会门 等会再说什么外面 外面说什么我给你摸摸 民进党立委准备齐全 直就在高金素媒 下午3点15分宣布散会 议事人员一度想要离开现场 民进党立委发现不对劲 狂奔出去要找人 立委上前就叫国民党女力 转移战场到北柬提告 民进党立委软禁议事人员50分钟 涉嫌强制妨害自由 以及妨害公务罪 不只希望检方查办 王河威也向中正一分局报案 因为为了选罢法 民进党焦土抗争一整天 周围更是抱病喊破喉咙 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说话 我们在这里宣布疫情 我们开始开会 双方笔声量 民进党口号狂喊30分钟 没停下一个选罢法 谁想开会看来很清楚 TVV新闻的独播剧 刘晓妮宣 特别操不得 好我们刚刚看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民进党在今天一早就霸占了主席台 而国民党立委徐吵欣呢 他也发现民进党立委张鸿路 抢走了义士路 徐吵欣为了想要把他追回 直接跟王美慧展开了肉搏战 民进党立委王美慧 双手拉着国民党立委徐吵欣衣领 只见徐吵欣黑色上衣 被扯到有秀便无秀 接着王美慧双手扣住徐晓欣脖子挤到墙边 徐晓欣重心不稳 直接跌坐在椅子上 他就突然癫狂 然后呢开始一直攻击我 一直攻击我 一直攻击我 然后这样子去勒住架住我的脖子 那这个几乎是一个杀人的行为 不要踩人啊 不要踩人 徐晓欣一人对杠民进党立委 但看看冲突过程 和王美慧一边拉扯 徐晓欣一脚直接踩在蔡翼鱼身上 而所有争执全因这事而起 徐晓欣一脚会议无效 意识人员意识录念叨一半 绿委张红录快手直接抽走纸张 主张会议无效 我有拍照啦 随便你啦 我有拍照 随便你啦 你有给你随便你啦 民进党的小偷个性又上演了 我学问张红录委员 你为什么要去抢意识人员的意识录 他说我没有 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碰到任何一个人 这个都可以去看到 我们只是把资料拿起来 为了选拔法立愿肉搏 再度上演全武航 TVB的新闻无可言成人 天年审选台北最后报道 我国在去年编了49亿的预算 向美方采购所谓的火山布雷系统之后呢 目前已经派员到美国去接装 预计未来有可能会部署在各军团的工兵营 而且为了要提高官兵的操作预业呢 国防部也在最近决定了 将要针对包含像是负责布雷爆破这些比较高风险的任务人员 发放最高15000元的爆破奖金 水中爆破对他们来说再熟悉不过 光是基础训练就长达16周 连救爆破队员的强劲抵破与过人巧手 然而随着战场期待不断转变 水中爆破中队也得以需求改编 传出军方高层 你将隶属海军陆战队的水中爆破中队 并入滨海作战指挥部 变成两级侦报大队 着任务将从现在的爆破水下 卸弹作业调整为布雷与扫雷 是否可能整病 国防部的回应因应敌情 将依军事战略指导与防卫作战需求 组建最服作战效益的部队 但对官兵而言 没什么比提高待遇更直接 大量采购火山布雷系统之后 与军方高层透露为让从事 危险任务的官兵获得保障 将提拨砖款成立爆破 布雷 卫爆弹 处理奖金 分成三类型 最多一万五千元加几 军方强调此事还在研议 目的就是要激励人员士气 只是除了部队 调整风险加几 看看军公教整体调新 过去曾在2005年 2011年 2018年 调整3%待遇 2022 2024则增加4% 如今行政院长才是 明年渴望再加一次 立即启动军公教员工 待遇审议的机制 明年度全国军公教的薪资 将会往合理的方向调升 细节还得研绎 但加薪指日可期 TVVS线组讯会台北部导 云林前县长张荣卫家里的大门门口 被别人用红漆 剖了不雅字眼 警方上午接获报案 也找捞了这名涉案的男子 男子公称说是因为对时局不满 但是他的说辞非常反复 这是前云林县长张荣卫家大门 遭人喷了红漆 写了骂人的不雅字眼 因为喷了三个字 第三个字是张荣卫的胃 针对性明显 警方搜证之后 张家又喷上了另一层黄漆 把红漆覆盖遮掩 成了一片黄色雾化的色彩 原本的彩绘图样 也因为喷漆事件毁损 没办法 毕竟他是精神异常 所以就也没办法跟他一般计较 张家面积广大 因为气派战地广 位于云林虎尾青浦 被称为青浦宫 围墙外开放式的洛宇松庭园 也属于张家 洛宇松林水池造景 尤其叶子变色的季节 甚至有游览车在游客前往欣赏 是知名的洛宇松观光景点 警方上午接过报案 从监视器锁定喷气男子 使46岁的秋姓男子 以毁损罪局提到案 在做比如的时候 延迟有反复 所以他是对时局不满 对时局不满 警方调查 秋姓男子情绪比较激动 之前也曾经去张家叫嚣 并没有身心障碍手册 他是云林谷坑人 自称四处打零工 这次喷漆还喷得不雅滋眼 恐涉及毁损跟公然侮辱 不过都是告诉乃润之罪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平云林报道 花里有一名男子 他因为觉得路边的垃圾味道实在太难闻 竟然直接当街烧起垃圾来 但这行为非常危险 因为其实旁边还有很多的住家 其实事实上这名男子 他脱续的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过去曾经在跨年夜 因为喝醉酒 拿着刀当街的挥砍 一度造成交通阻塞 超商前方的水沟盖 点点火光不断燃烧 消防人员紧急拉水线 熄灭火势 三号傍晚六点多名 旧木及58岁林姓男子 在花莲一间潮商前 看到一包垃圾放在路旁 疑似觉得味道难闻 竟然当街烧了卷包垃圾 现场还有酒瓶还有东西 然后当地的居民跟我抱怨说 那个人其实长期就在那个地方喝酒 然后脱掉上衣露出刺龙刺碰 经常都会盯着女生看来看去 其实这名男子前科累累 今年跨年夜还曾因为喝醉酒 拿着水果刀在斑马线上 回来挥去 吓坏路过的车辆喊民众 甚至一度造成交通堵塞 还做事要攻击远景 最后被喷辣椒水制服 接着在三月份 跟接连犯下两起窃盗案 闯入医院大胆偷木雕 还在东大门夜市 闯到休息中的摊贩 偷整箱啤酒 当场被人赃取货 警方当场逮捕纵火之男子 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男子拼命惹事 这回又因为随意引火烧垃圾 再度遭到送办 TVB的新闻高志宏 何可言花莲采访报道 好在今天上午9点多 在高雄有一宗透天公寓的5楼 发生了大火 而大火的时候呢 外婆还有5岁的孙女 在热心的邻居帮助之下 顺利的逃脱火场 但是呢 2岁的小孙女 却不幸烧死在5楼的房间 目前初步调查 疑似是5岁的姐姐 带着2岁的小孙女 玩打火机 意外才会酿成火灾 5岁女童痛得豪淘大哭 原来她的脚底和屁股都被烫伤 火灾发生后 热心邻居把她从5楼爆下来 并提水让她泡脚降温 而一旁瘦弱的外婆 在锦销人员搀扶下 也顺利逃出火场 但她一脸慌张 好心急地哭喊着 楼上还有2岁的小孙女 浓密的黑烟从窗户窜出 蔓延上天际 窗台边挂着的小洋装 却再也等不到小主人来穿上它 原来外婆心急寻找的2岁小女童 不幸烧死在5楼房间 接到电话赶回现场的爸爸 气不成声 瘫软坐在椅子上 4号上午9点42分 高雄市三明区中山一路 一栋公寓5楼被火蛇吞噬 邻居表示 145岁的小姐姐带着2岁的妹妹 在家里玩打火机才意外酿灾 当时5岁女同行外婆 先后被救出火场 但2岁的妹妹却受困在里头 等到火势扑灭后 才在5楼最后一间房间的床上 找到小妹妹 但她全身叹化明显死亡 我看你是怎样 阿嬷 我以后有把她補给 我看她说 真是这样補给她補给 充滞不充滞 把她補给她補给 邻居是有讲说 有看到在床上有火 看到有火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真的不太了解 一场意外 白法人送黑法人 让爸爸和外婆都难以接受 究竟为什么会起火 仍然要等火调人员 鉴定后才能厘清 TVBS新闻 徐继红 林一邦 徐顿高雄报道 好 绿啊我们来看到 同样也是令人胆过的消息 新北市有一位母亲 她因为跟丈夫还有公婆 吵架之后 疑似心情不好 所以就带着两名女儿 去避坛散心 但是呢这位妈妈 就在帮女儿拍照的时候 牵着彼此的手 就直接走进水里面 造成两名小孩都溺斃了 这位妈妈却适隔了 三十四个小时才报警 警抓着外套遮住整张脸 涉嫌杀害两名女儿的三十四岁 检线母亲弯着身子 在警察介护之下走下车 从警局做到别录之后 母亲被依照杀人罪移送台北地检署 面对问话她没有回答 案发现场没监视器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也只有她最清楚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 来到碧坛散心 就说妈妈帮你们拍拍照 接着呢就牵着两个孩子 从草丛堆一路走到水里面 没想到当场小朋友沉进水底 而这位母亲竟然是独自游上岸 二号上午十点多 检线女子疑似因为 与丈夫和公婆起争执 带着两个女儿出门透透气 只是说好的散心 孩子却溺斃 这两个孩子其实也不算年幼 怎么可能因为单纯拍照而溺死 检警恐怕也不能排除 有人涉嫌推了一把 尤其当母亲发现孩子没有上岸 她竟然也没有马上报案 直到三十四个小时之后 回到岸边思考了半天 才决定到警局自首 这也让检警好奇 孩子溺斃到她报案的空档 她人跑去哪了 警方追查 夫人一次都在碧坛风景区徘徊 没有离开 只是现场其实相当的偏僻 平常人烟稀少 连一支监视器也没有 从地图来看 与热闹的碧坛吊桥 走路至少要花十一分钟 但是宝贝女儿出门散心 为何痛下毒手 当小孩在水中挣扎 怎么见死不救 如今河岸的一角 也成了家人最痛的伤心之地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好我们持续追踪这起命案 带着两个小朋友 走进碧坛的母亲 如今也成了杀人嫌犯 疑似是这位妈妈去年跟丈夫回到台湾之后 但是住在家里不断的跟公婆发生了争执 当天一起床又出现吵架的状况 认为婆婆讲台语 是在骂她 一气之下才会带着小朋友搭车去壁谈 似乎是一整晚没睡 两个孩子的父亲看起来相当疲惫 和孩子的爷爷奶奶赶到殡仪馆相宴 三人都低着头不发一语快不离开 恐怕是没想到下手的竟然是孩子的妈妈 疑似是和家人相处不愉快 酿成悲剧 夫妻俩结婚11年了 去年才从大陆回台湾跟公婆一起住 但是他们常常因为生活习惯不合 常常跟公婆有摩擦 起口角 简性母亲和当时在大陆湖南经商的丈夫 丈夫认识之后相恋结了婚 定居在大陆超过十年 定时回台湾探亲都没有异状 但去年搬回台湾后 丈夫改做保全一样要上班 疑似是因为生活习惯问题 常常有摩擦沟通又出状况 当天早上起床 又和公公婆婆吵了一架 婆婆讲台语 以为是在骂她 父亲带两个女儿出门走进壁谈 虽然邻居看不太出异状 但因为家庭出现矛盾 加上简性嫌犯等于是离乡背景 定居台湾之后 得面临文化上的各种差异 心理压力恐怕也会越来越大 独自面对种种压力 恐怕也是这回 让两个孩子丧命的原因 但发生这样的事 孩子就读的国小 校方表示两位学生平常在学校 学习都正常 表现良好也不是辅导个案 会全力配合调查并提供协助 社会局也会协助家属 处理后续丧葬相关事宜 但做母亲的带着两个女儿下水之后 自己却上了案 也让自己成了杀人嫌犯 TVBS新闻终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台股迎来高光的时刻 大盘大涨了350点 冲上了23522点的新高 而其中台积电更创下了历史性的一刻 他在开盘的时候就冲上了1000点 中厂以1005元作收 上涨了26元 也站稳了千元大关 股民们今天是不是才刚上班 就想下班了呢 因为今天台积电实在是太狂了 一开盘就冲上了千元 也正式的加入千元俱乐部 见证历史的一刻 台积电开盘就冲上1000元大涨21块 最终以1005元收盘上涨26元 涨幅达近3% 成为台股第19党千金股 而在突破千元后 每跳一次会直接涨5元 也相当于往后每涨一次 大盘就涨约40点 而台积电周四猛涨 主要也是受惠周三美股 标普纳指再创新高 台积电ADR涨3.86% 收在新高点 同时带动台湾各股企业盘 台积电竞全晚间10点27分 共上1010元天价 最后回档整理收在105元 而周四台股大盘涨势 也没让投资人失望 一早开盘23360点 指数跳空开高走高 中场上涨350点 以23522点作收 创下新高点 NVIDIA股价再度的转强大涨 这个也激励了市场多头的一个信心 至今今天全面点火 不过近期股市猛涨 汇市却脱钩 新台币跌跌不休 受亚币拖累热钱出走 只是台币跌该不该换美金 分析师认为不太妥当 等到降息美元就会转弱 只是时间问题 以别的新闻我想张慧仙 台报道 汇大咨询长黄仁虚 日前来台湾也引发了AI的顺风 而我们看到的是台中的东海大学 他们也看中了AI未来的发展性 所以在学校里面买了60台的专业电脑 让学生都可以学AI 而且甚至连音乐系都可以用 现在AI非常的发达 只要给出关键字 你也可以是作曲家 我想要一首失恋女孩的歌 花费了多久时间 一分半 短短一分半 全新歌曲出炉 短时间又高效率的方法 除了能运用在城市建筑 或者商品设计外 音乐艺术也适用 台中东海大学跟上 回答创办人黄仁虚 带来的AI顺风 买来了60台专业的电脑 打造专属AI教室 要培育能够运用 人工智慧的人才 透过这样的 甚至是AI不外乎就是给你一个 现有给你一些概念 或者是初步的结果 你再透过这个再去更深入的了解 不像以前大海盗真的去学习 大学与辉达西手合作 希望透过AI系统教学 提升学生产出作品的效率 多样性 发展更多的可能 老师也示范了AI制图 以教堂外观做发想设计灯具 给AI系统图片以及多组的关键字 就能够生成不同商品的外观 就连材质都能够指定 不过他强调不是全用AI来制造 而是透过AI初步生成 有了多项选择 给出了方向 完成作品的速度就能够加快 校方表示 除了常见的工业设计 建筑系所 连音乐系都能运用AI 让创意更全面多样 也期望接下来有更多的专业 能够跨领域运用AI来学习 台中捷运九德站遭到一名女子乱喷漆 这个站体各处都被喷上了 星云法师的名言 存好心去无存经 而警方也调阅50几支监视器 逮到了这名女子 她说是为了要宣扬佛法 7月1号晚上8点多 终结九德站 见识器拍到成型女子骑机车 抵达2号出口附近 人下车走进去半小时后 她再度出现 骑车离开 捷运站已经被搞破坏 九德站的站牌 被用黑色喷漆 写上星云法师的名言 存好心正见 捷运骑车停车场的墙上 则是被喷上光明正大四个字 2号出口的铁皮墙 也有喷漆写着去无存经 这些都是成型女子的杰作 还没有啦 这个不怕 这个漂亮 时机回到捷运九德站站牌 还有机车停车场墙上的字 已经被吐销 但铁皮墙面上 去无存经四个字 还没清除 暂时用纸盖起来 警方调约捷运站 周围五十几只的监视器 犯案十二个小时后 逮到了五十四岁的成型女子 她向警方公称 喷漆 是想宣扬佛法 全案依刑法回损罪前 还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去年北州南捷运站 才发生有外籍涂鸦客 闯入列车停放区 乱喷捷运车厢 遭开罚七万块 这次成型女子在战体捣乱 不只被依毁损罪移送 依照之前的案例 可能涉嫌违反大众捷运法 将处一万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还 TVH女生成的微星台中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非常危险的行径 有民众开车经过 国道一号杨梅路段的时候 居然发现有一辆轿车 莫名的停在内线车道 而且车上呢 一男一女还走下车 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面 爆发了拉扯 跟争执相当的危险 国道警方也说 如果在内线道 任意停车还吵架的话 最高可以开罚三万六千元 在国道上开到一半 辅助驾驶系统 却突然自动刹车 就连前方的车辆也吓得急刹 因为一辆白色轿车 莫名停在内线道 仔细看旁边一男一女 竟直接在高速公路上 发生拉扯 由于车速快 后车也不敢随便换车道 绕过他们 最后两人似乎是吵完了 才坐回车上 事发在三号下午一点多 国道一号杨梅路段 往中立方向 当时国道警方有接获报案 调约监视器要确认时 车辆却已经离开现场 在路边吵架 不过他们吵到一半的时候 你知道好像有想要走出 每车车到外 盘点违规情况 车任意停在内线道 不只容易追撞 连后车都得变换车道 才能绕过 至于驾驶乘客下车 在国道上行走 不只危险 更可能波及其他车辆 恐怕吃下六千到三万六千人罚单 但国道警方却表示 从影片无法确认 他们是不是车辆故障 才走下车 如果真的是故障的话 没放注意标志 由于在高速公路上面随便跳车 很容易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车祸意外 所以除了罚单之外 还曾经有跳车的乘客 因此遭到判刑 情侣夫妻吵架 跳车案例已经发生很多次 光是在市区道路就很惊险 更不用说国道上车速这么快 简直不要命 先前在国道四号 就曾有情侣吵架跳车 除罚单之外 还被法官认定 是以他法置身往来危险 判刑两个月 还得参加两场法治教育 如今又发生类似事件 到底是情侣吵架 还是如国道警察所说 车辆故障 别等车主到案说明 再决定又如何发 TVB的讯论吴架宣 李杰和关于桃圆报导 好来看到就是 夫妻对于续汤的意见不合 爆发了冲突 他们到新北市的KTV唱歌 结果结束之后呢 丈夫还想要续汤 但是妻子想要回家休息 两个人意见不合 直接在门口吵了起来 吓得其他客人跟店员赶快报警 没想到警方到场之后呢 其中有两个人还不听劝 甚至要动手打警察 当场被压制 KTV电梯就因为他 其他客人想搭也搭不了 画面突然一阵混乱 因为只是请黑衣男走出来 他却激烈反抗标骂 甚至用力甩开远警 还出手攻击 空间这么小当然跑不了 马上被压制逮捕 但闹剧还没结束 因为在KTV门口还上演另一出 女警几乎是扯开喉咙呵斥用手阻挡 不然这两名男子根本不听 一直想要冲进店内继续打 这两派人马明明几小时前才在开心唱歌而已 起冲突的这一群人其实都是朋友关系 他们到KTV一起来唱歌 但为什么会唱到翻脸呢 既然是因为其中一方想要续摊继续玩 其中有人想要回家休息 双方瞧不拢 就这样从口角变成打架 吃饭在新北市 当时晚上12点多 丈夫想继续玩 妻子想回家 另外两名男性友人意见也不合 四人公然在包厂外拉扯 吓坏客人跟店员赶紧报案 丈夫竟然在电梯里面 咆哮攻击警察 其中一名朋友则是多次不甩远警劝阻 还辱骂反抗 以为被逮后他们会比较冷静 结果走进派出所的路上 竟然还想二度攻击园警 马上被训斥抓回来后又突然软角 折腾半天终于就范 明明可以好好讨论的是 非得这样闹 这下变成在警局续谈 TV新闻一日生五月新北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难道台湾的文创商品成了废物吗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有商品的制造厂 他们把影片PO上网 这影片里面说 文具展的商品应该要被丢掉 甚至应该要被一拳一拳的打 而且还向国税局检举 创作者逃漏税 当然这影片一出呢 让创作者非常的生气 虽然业者也紧急道歉了 但是创作者还是要依公然无辱罪 来提供 功能性意义性都不强 简而言之 就叫做小型的废物 真的真的真的 这种东西都是他买回家 准备要被我丢了你知道吗 参加完文具展说看到很多小废物 跟不少创作者都合作过的厂商不只失言 还把影片PO到网路上 甚至 我们下一拳就是一拳一拳打 我一个一个检举 我让国税局去查你看你敢泡泡 闲事废物说又要一拳一拳打 PPT更放文具展的照片勾审 创作者看到影片大傻眼 因为弯德才在文具展说很喜欢想合作 没想到事后大肆批评 让创作者决定要告 我觉得你偷拍你自己流程也没问题 就是跟创作者交流 但是他放到网路上 我觉得这应该可以构成公然无路 对 他对我们说延迟不当 花了两三个月筹备 缤纷小狗周边却成了废物 不只KROR受害创作者大约十人 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欠一个打一个 他说要让我们这些小IP知道 大陆的做会怎么样 表面说一套 然后私底下又做一套 就真的觉得蛮恶心的 弯德2013年创立是产品制造工厂 以仿之产品为主 主要是帮创作者量产 强调都是台湾原料跟制造 事后负责任也道歉 会失言是因为看到大家都找大陆厂 的确硬制成本是中国大陆的十倍 产品售价也是中国的三到四倍 但已经在努力降低成本 希望能获得青睐 非常的口无责任 就是比较爱开玩笑这样 当然这不是借口 造成大家观感不佳 然后也很多的创作者受到伤害 我这边真的是很抱歉 我现在感到非常的惭愧 负责任强调希望可以弥补 也没有要跟国税局检举 只是废物说已经磨杀很多人心血 以及对不起依旧无法平行怒惑 体育新闻牛居陈佳婷台北长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是美国总统大选 首长辩论结束之后呢 当然对拜登来说也是一场危机了 虽然说白宫一再的坚称 拜登不可能会退选 但是纽约时报也报导 接下来对拜登可以说 陷入是关键一周 因为民主党的大金主 也就是Netflix的创办人 已经率先表态了 说民主党应该要找更有活力的人 来选举 而拜登的老婆 也就是第一夫人吉尔 近日呢也积极地称赞 自己的丈夫看起来也是在 为挽救拜登做最后的努力 在惨烈的总统辩论会后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还是不吝息给丈夫爱的鼓励 吉尔罕见积极出来助选 但党内也有人质疑 这位第一夫人过度保护拜登 2020年曾有示威者冲上造势讲台 当时第一个上前护驾的就是吉尔 共和党人狂酸吉尔 根本是幕后总司令 并暗奉他形同虐待老人 现在连最大金主Netflix 共同创办人也不相挺 除了再有第二名民主党联邦 众议员要拜登别选了之外 民主党金主之一 枉非创办人哈斯丁 也对纽约时报表示 拜登必须让位 让有活力的民主党领袖 打败川普确保安全及繁荣 拜登周五将接受ABC专访 他自己也在评估 是否真的该退让 不过共和党趁慎追击 又推出全新竞选广告 主攻的对象却变成贺锦丽 CNN自身政治分析师认为 拜登若退选党内对贺锦丽的团结 会比预期还要好 毕竟该思考的还是怎样赢得大选 北京新闻综合道 同样也是国际消息 我们来看到的是英国的下议院改选 在今天下午开始投票 但是已经执政了14年的保守党 可能会面临最大的溃败 根据选前最后的预估 我反对党工党他们预估的席次 可能会是保守党的四倍 而这也代表工党的党魁 施凯尔渴望接任首相 媒体美光灯守候 英国首相苏纳克 牵着泰座现身投票所 英国下议院改选 开始投票选前最后造势 苏纳克誓言站到最后一刻 保守党身世萎靡 恐将丢掉长达14年的执政权 而工党现在则是气势如虹 选前最后民调 预估下议院650席 工党将豪夺超过431席 保守党恐剩下不到102席 创下1834年来最惨记录 另外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的法国 大选则出现戏剧性变化 法国总统马克宏 所属的复兴党首轮惨书 现在和左翼联手操作气宝 已经有200名候选人退选 要防止极右派掌权 最近的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国民联盟 在各界阻挠下第二轮投票 恐怕难以过半 南韩首尔日前发生了冲撞人行道的事故 当时酿成了9个人死亡 6个人受伤 没想到这个冲撞事故 可以说是接二连三 有一辆计程车呢 也在医院外面直接爆冲 造成了3个人的轻重伤 而在江南呢 也有汽车直接冲撞了托尔索的外墙 事实上这两起事故 都是高龄驾驶热的货 机车的保险感脱落 后视镜几乎全毁 地上满是碎片 因为外墙甚至被撞到碎裂 南韩首尔市厅站二号 才刚发生冲撞人行道事故 造成9死6伤 没想到又发生冲撞事件 这次同样是高龄70岁的驾驶 他在医院急诊室前面 正要倒车时 接连撞上停放的4辆汽车 造成一人重伤 两人轻伤 司机声称是自己加速太快 药物检测中发现驾驶有服用马飞 另外还有一台车撞到托尔索 司机与同车的妻子都受伤送医 幸好当时托尔索内没有人 附近也没有行人 驾驶经常没有酒驾或吸毒 而市政厅的冲撞行人事故 也引发质疑 认为行人护览没有作用 南韩第一夫人也特地前往 试听战事故现场献花 为死者表达哀悼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关心环太军演的现场状况 TVBS今天也登上了 日本两栖运输舰 国东号 同时也体验了 飞行甲板的升降梯 运载时间只要30秒 而这也是日本第23次参加了环太军演 这也展现日本要强化 美日同盟的决心 有来参加军演的日本的军舰 大雨级的运输舰 Kunisaki 它是国东号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知道它的飞行甲板 它真的是相当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 光是这个船舰 它的其实整个舰长 就有178公尺 另外它的舰框 也是有大概26公尺 然后另外它的排水洞位 也是超过9000吨 发言望旭很壮观 这两栖运输舰 最多能搭载8架UH-60J 或SH-60J直升机 第一边在丹尼实际体验的 就是日本军舰国东号的 飞行甲板所用的升降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逐渐往下 就前往到底下的船库 还有机库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升降甲板 用来的是来搭载 这个直升机 直接到飞行甲板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它其实下去真的是相当的快速 它其实上下只要花了30秒 就可以把底下所需要带上的装备 都可以往飞行甲板上面来送 底下机库同样宽敞 能装载18辆90式战车 既然是两栖运输舰 自然不能少了两栖 作战用的气垫船 我们在的是日本自卫队的 气垫船上面 可以看到它的空间相当的宽敞 它能够搭载是203名的人员 而且它的航速是可以达到50节 气垫船长28公尺 约15公尺宽 国东号能放下两艘 国东舰今年3月才跟美军陆战队 执行铁拳2024联合训言 除了两栖登陆演习 国东舰更多次参与灾害救难行动 环台至今办了29届 日本这次是第23次参加 除了曾经合作 也对外宣誓强化 每日同盟 TVB的新闻 洪福华 刘静庭 下位一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四级飓风贝罗在横扫加勒比 三个国家之后呢 又横扫了第四个国家 亚买加 而在当地的媒体 还有甚至CNN派出的特派记者 在连线的时候 全部都被大风吹的东倒西歪 这是因为呢 这个贝罗的风速呢 达到了每小时208公里 这也相当于16级的风 就连亚买加岛上的电线杆 全部都被吹得倒成一排 小船在大西洋上 被巨浪吹得摇摇晃晃 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 这是美国国家海洋级大气总署 NOAA的无人船 他们出海直击 四级飓风贝罗 掀起近7公尺的巨浪 摇晃晃晃的 不只有大海中的无人船 还有这位亚买加记者 他穿着雨衣 在亚买加度假胜地 东波特兰的狂风暴雨中连线 至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派驻亚买加的记者 则被风吹到 连话都说不清楚 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记者 连站都站不稳 就连麦克风收的音 也全是风声 后面的路数 也被强风吹到快倒下 四级飓风贝罗 带着最大每小时208公里 相当于16级风的风力 横扫亚买加 就连当地的电线杆 也被风给吹歪 看起来就快撑不住 亚买加总理 也对沿岸地区 下达紧急撤离令 今晚贝罗已经从 五级飓风减弱为四级 不过还是在加勒比海地区 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而且接下来贝罗还将 往墨西哥前进 还好美国专家认为 贝罗抵达德州南部时 可能会减弱为热带风暴 降低对美国本土的破坏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吃过日本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 中华料理四处可见 但是在北海道 有一家另类料理 口味还不错 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这个整体的料理水准呢 都还蛮好的 而且特别的是什么呢 它的料理全部都是用 自动机器调理出来的 这家位在炸黄市区的中华料理店 今年春天开幕营业 虽然每天贩售的餐点种类不多 但会日日变换菜单 价位定在相当平民的 500日元军衣架 店里不见厨师 也没有太多人力 厨房只有备料 跟端出料理的服务人员 不责烹调客人餐点的 就是画面中的自动调理机 自动机器的调理方式 重点在正中间的回转铁锅 操作者只要跟着指令 依需倒进食材即可 机器本身也设有胡椒 还有盐等等调味装置 以0.1克为单位 同样依照事前设定的流程 适时加进必要的调味料 整个调理过程 只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就能完成一份餐点 早上特地找来料理名厨当顾问 负责菜单开发 希望机器料理也能打造出 人人都爱的大众美味 虽然菜单选项不多 采访这一天除了炒饭 炎烧炒面 还有日本民众最爱的回锅肉 以及马婆豆腐 客人来到这里想要饱餐一顿 不需要等太久 热腾腾的炒饭很快就上桌 吃着热腾的味道 热腾的烤肉 野菜的香味 三回目 肉质的味道 这些东西都可以进入 脂肪不足解消 至于机器厨师 调制的餐点 HBC的记者 当然也要亲自品尝 米也很香 味道也很丁度 不一样的美味 最新研发上市的自动调理机 要价500万日元 能够设定超过上千种 包括中市 西市 还有和风的餐点调理程式 日本餐饮不业长期 人手不足 而自动调理机的出现 在餐点口味达到一定水准的前提下 被认为是目前解决 人力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另外机器厨师 料理话题十足 加上便宜美味又快速 店家也希望能借此 吸引更多人上门尝鲜 TBS新闻 许启方综合报道 好 我们看到 现在手摇引也跟上了AI潮流 有业者就推出了智能机台 用AI7秒钟就可以自动调配一杯饮料 店员只要把它拿出来 搅拌之后放进机器里面就可以了 只要30秒的时间 就可以拿到一杯手摇引 这是桂花青乌龙 冰一下扫QR code 茶品糖分量甚至是加不加鲜奶 机台自动调7秒就完成 店员只要搅拌再用均职机搅打放冰块 最后风膜 完成一杯饮料大约20到30秒出餐 先开的手摇引电 用全新的智能茶饮机快速又省人力 大家好 欢迎喝茶 第一次来吗 对 好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三应十五摸 主要饮店装潢更精致 还有多出员工到外场导览 介绍茶饮甚至服务试喝 创新品牌主打智能茶饮 第一家就开在东区要抄年轻客 从脆茶到制作茶饮的话 都是机器帮我们制作 对 那我们可以省掉人力以外 还可以确保我们每一间分店的品质 不会到其他分店 然后有不一样的味道 一杯当代双Q五汤扫冰 18年的饮料店品牌也跟上AI潮流 引进智能吧台两个多月 店员先把配料装入杯子 感应标签放入吧台 茶汤 果酱还有糖浆 就会依序出来 店员工作缩减 只要补茶补料 用智能吧台补助工作 它这旁边是可以看 我们里面的料仓还有剩多少料 主打黑糖珍珠的连锁手摇引 也有门市已经用智能吧台 下方的料仓就是冰箱 茶汤 鲜奶在里头保存 也比过去保鲜度更好 真主单全台75间 已经有两间启用 平均一间店一个月 能省1.5位员工 新品牌UG 目前只有一间店 将再拓展两间 一个月最多省两位员工 大约能省10万元 而Ttop全排170间 有一间启用 平日时段 业员一般可以省1到2人 等于年省80万成本 雪岸饮店拼潮流 对抗圈工也有新解放 台南有一名男子 他吃了霸王餐 点了将近2000元的餐点 拖了两个多小时 才承认没钱 店家一状告上法院 一审出炉 判他拘役30天 黑衣男子穿着短裤拖鞋 手上还拿着一把雨伞 一个人进到店内用餐 店员引导入座 他大辣辣点了一整桌菜 但最后店内快要打烊 只剩下他一个人 人没打算结账 甚至还一度走到外头 原来是 他跟店家谎称 要等朋友来付钱 前后大约两个钟头 一拖约两个小时 直到店家终于打烊 店员三催四寝 他还是不愿结账 最后才终于坦诚没钱 根本就是来吃霸王餐 而这次店家也不忍了 直接提告诈欺 被吃霸王餐的店家 就位于台南东区的 这间中餐厅 店内装潢素雅 而蔡新男子 当天供点了花雕鸡 双板猪 供六道料理 连同小费近2000元 由于饭后态度不佳 因此法院一审 判处对方拘役30天 被告他明明知道 他没有能力可以付款 还是到告诉人的餐厅用餐 再加上被告犯后 是否认犯刑 而且到判决之前 都没有赔偿告诉人 被法院认定 犯后态度不佳 原来他日前 就曾搭小黄 从北部到台南 没有付钱 这次餐费2000元没付 甚至被提告后 又沉到游艺场 偷代币玩游戏 结果不止霸王餐 被判拘役30天 偷游戏代币 也判罚金8000元 由于知道他没钱给付 还能以劳务代替 被告之前也有类似的案件 经判刑的刑事记录 吃吧王餐 这次踢到铁板 为了不到2000元 让自己成了法院认证的 炸气犯 TVBS新闻顾索昌台南报导 巴黎奥运 台湾代表团名单正式出炉 柔道男神杨勇伟 备战2024巴黎奥运 这次他将以头号种子身份征战 加强练习全力备战 巴黎奥运7月26号开幕 各国好手将一路比拼到8月11 体育署公布本届选手 一共60人26男34女 加上39名教练远征巴黎 16个项目包含举重 羽球体操射箭 拳击射击柔道桌球 田径网球 跆拳道游泳 高尔夫 蜻蜓 极箭和霹雳舞 上个次可能就是带着 比较放松的心态 那这次主要还是有压力 在练习之外的时间 去做一些不同运动的调试 我觉得其实满有用的 国民女友罗嘉玲 是这届奥运台湾唯一一位 跆拳道选手 之前因为脚踝疲劳性骨折 停止比赛一阵子 复原后开始拉回训练量 另外小林同学林云如 说要全力准备 这次一定要比上一次更好 接发球的部分会多做一些 变化就不会光只有拧球 可能再加一些白短或批长这些 我们当然都希望 在最坚强的后盾的支援下 每个人都坐商务舱 我们想就让他们在 最好的环境下 做最充足的准备 巴黎奥运倒数 举重郭信淳 羽球戴资颖周天成 林洋佩 体操唐嘉宏等人 60名好手准备上场 要拿出最好表现 QBS新闻中华报道 能不能年薪百万 专家告诉你 办公室内所有人都努力为公司效力 而在职场上 人才的价值很长 都是以薪资反应 对于员工来说 想要领高薪 也就必须靠自己 要有稳定可期的职业 就必须选择有发展性的职位 尤其工作最大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生活 薪资未来是否也看好都很重要 也有许多上班族 会将年薪百万作为目标 我觉得就由我自己而言 然后不会是 就是一定会把 可能一百万这个数字 当成一个门槛 或是一个就是 因为它毕竟就只是一个数字 刚好可能我们以 就是台币计价的话 会听起来比较刚好这样子 但其实当然实际 就是去追求 就是这个薪资的成长性 一定也是为了自己 可能未来 不论是财务上的规划 然后或者说可能 以现在可能通膨胀的时代来说的话 可能不论是生活的成本 或者是未来 可能如果有买房计划等等 不同的家庭等等的成本的话 还是会需要去考量进去 其实年薪百万来说 有大概两个方法这样 第一个当然是挑对产业 其实行政院主计总处 其实它有一个统计 那基本上 我们就去看所谓的中位数 产业薪资中位数 因为基本上中位数 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标准 你只要差不多在这个市场里面 是薪资中介的人 你就可以靠近 我们讲说年薪百万 那确实有两个产业 它的薪资中位数 其实是比较靠近百万的 一个就是金融业 然后第一个就是科技业 这样子 生活的压力 促使大家努力追求高薪是必然 除了从产业别下手之外 在多元的发展中 也有人选择 以斜杠的方式为自己加薪 当然就是说外送 拼命在这上面 这个接单 增加你的薪水是一个方法 但是长远之际 这个随着这个老狗自己本身的体力的衰退 还有这个一些在路上的风险性的提高 所以势必呢 这你会必须在某一个时段的时候 比如过了几年之后 你就开始要想转型 可是在转型的时候呢 你再找另外的工作 其他的行业就 这个主管就会看你过去的经历 所以那个经历呢 是很重要的 要往金融业或科技业靠拢 不是说不行 其实它确实它有一定的挑战 因为以我们台湾的就业劳动力来说 其实金融业就业人的劳动力 才占大概3%到5%而已 然后科技业再加上软体秩序 我们把它算在一起 其实也大概差不多接近20% 所以两个加起来 其实也才差不多25% 紧绷最多 把好一点的传统制造业加进来 也才30% 也就是说100个台湾人 可能大概只有接近 大概25到30个人 才能在这个产业里面服务 年薪百万的工作 让人向往 但也只能是各凭本事 这有四大重要的因素决定 你可不可能成为百万年薪的族群 那我想第一个就是 你选读的科系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是不是有跨领域的学习 还有跨专业的这个专业的学习 那第三个就是你的语文的能力 他的这个专精程度 还有种类 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就是在 我们通常学生在学习生 在学生在大学的学习期阶段 可能跟师长 或是这个学长姐 有一个相处的一个态度 学者点出四大项 决定你是否能成为年薪百万的议员 前三项围绕在专业技能 如果学生时期没有做足准备 只能靠其他时间学习补强 但最后一项则是工作态度的展现 应对进退做得好 也能在职场上留下好的印象 兴许有个好机会 主管第一个时间就会想到你 TV月新闻 郑盛维珠光红西单词退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